三刷陈情令才懂得 蓝湛的步走有多成就魏无限 可惜过程虐 陈情令里童年的流浪 让魏无限有了恐惧之心 从恶狗嘴下抢时 对于一个父母双亡 没有多少自保能力的孩子来说 是多么残忍的事 后期的情景中 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魏无限的害怕 即便是远处而来的狗叫声 依然能让这个无所不能的 遗灵老祖瑟瑟发抖 可见魏无限怕狗怂的毛病 得跟随他一生 可以说一个人流浪 会让魏无限无数次遭遇曾经的点滴 然而在大结局时 魏无限还是独自走上了这条路 刚重活于仙门百家的魏无限 因为沉睡了16年 对这个世界未知 也不知如何面对那些老熟人 没有过多的考量的他 不得不选择独自上路的他 就算遇到事件 已经受伤的心 还是会积极面对 只是重回这个环境的他发现 很多事情早已发现了变化 特别是蓝战 人还是那个古板没趣的样子 但魏无限还是能感觉到当中的不同 16年前是自己追着蓝战 不断引起关注度 16年后是蓝战的一举一动 不断让自己惊讶 肯定 站队 保护 偷击 醉酒等等 都让魏无限想重新审视的眼前人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当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时 蓝战不走得坚定 还是让魏无限内心有了一丝恐惧 那个愿意为自己挡狗的人 是已经完成任务了吗 那个付出种种 让自己深陷的人 是已经后悔了吗 那个身上有着自己痕迹 不断靠近自己的人 是已经累了吗 来不及疑惑 来不及询问答案的魏无限 早早被定住 眼眶中的红血丝 其实在出卖着自己 只是魏无限不敢 也不能 要知道蓝战一直是一个有主意的人 认识这么多年 魏无限明白当中的坚定 莲花屋是回不去了 居无定所的魏无限 只能再次选择了流浪 比起小时候的弱小 此时的魏无限 有着接天灵盖的能力 再强的人也有害怕的东西 流浪的路上 必定有着无数狗群 能让他发怵 管不了这么多 轻身上阵 是魏无限唯一能做的 好在后来的魏无限 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好在喜欢到处玩乐的魏无限 依然能适应新的生活 好在只是与蓝战分别 并不是断了联系 再次来到云深不知处的魏无限 有着一定的洒脱与自艺 旁敲联桑的样子 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再刷陈情令 慢慢地觉得 每个人都得学会孤独 就算是喜欢热闹 也得有这项技能 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曾经你以为的持有 未必会是你的 曾经你以为的长久 时刻有下车的权利 曾经你在意的东西 也挡不住你喜新厌旧的人性 其实 魏无限就是在孤独中成长 小时候的流浪 乱葬岗的大难不死 不业天中的万念俱灰等等 让他一次次靠着毅力走出来 独处的人生 让魏无限在后来的人生中 学会了放手 与江城的和解 与温宁的分开 与蓝战的距离 与聂怀桑的敲打 成为了魏无限最好的回忆 有底气的人 永远都活得自我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陈情令 虽然不想承认 但蓝战在清河街头 就是故意跟魏英走散的 陈情令里面的蓝旺基 是个君子 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他是则氏明珠 娇娇君子 而且旺基这个名字 本身就是要让他忘记技巧 踏实做人的意思 可蓝旺基就不会耍心眼吗 那他为何要故意在清河的街头 跟魏英走散呢 这背后藏着蓝战怎样的小心思呢 蓝旺基一直都是人如其名 一直都兢兢业业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所以一直都是叔父 蓝启仁的得意门声 若是在平日里 蓝旺基是不屑于耍心眼的 可只要是碰到魏英的事情 就算是蓝旺基这般敌仙般的人物 照样也得下凡 谁让魏无限蹦跋得太欢 若不用点心思和套路 根本就想不住这个人啊 小编每次写陈情令的文章的时候 写蓝尔那些腐黑的小心思 总有网友私信小编 说蓝战是君子 根本不会耍弄那些弯弯绕的腐黑心思 有的甚至还说 小编在丑化蓝尔公子 可一部作品中的人物 千人千理解 就像一千个人看《红楼梦》 就会有一千个林黛玉 一千个读者 就会有一千个哈利波特 是一样的道理 小编眼里的蓝旺基 看着表面端方雅正 的确也是则是明珠般的娇娇君子 可是谁规定 君子就不能有小心思 就不能适当地耍点小心眼呢 而且小编觉得 蓝旺基耍心眼的时候 跟平时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 会让人觉得格外的可爱呢 比如十六年后的蓝旺基在冷泉 其实他早就觉察到魏英来了 可是他却故意装作听不见 等魏英靠近 给他看背上的戒鞭痕 参照十六年前蓝战的反应 并且水位也不一样 十六年前冷泉的水位 几乎到了蓝战的肩膀处 而十六年后 却露出了那么多 旺旺仙背是怎么回事呢 已经说到这里了 懂的朋友呢自然会懂 再来说 蓝旺基为何会在清河街头 跟魏无羡走散 要知道 那是他等了判了十六年的人啊 在大帆山 从江城手里抢下来的人 蓝旺基会再次让魏无羡 从他的视线里消失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到底为何会走散呢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蓝旺基是故意的 蓝旺基是耳聪莫名的修仙者 何况还是十六年后的先门名是韩光君呢 从魏英被蓝旺基带回云深不知处 蓝旺基几乎亲力亲为 照顾了魏无羡的一切 原本两个人追查刀陵 一路到清河 蓝旺基是可以遇见前往的 可是为了照顾魏英 还是选择了骑马出行 从孤苏到清河这一路走来 他们走走停停 总得有个几天的路程吧 这一路上 蓝旺基几乎包揽了一切 魏无羡就只管享受 被蓝旺照顾就好了 可是蓝旺也希望得到回应啊 他需要确定 自己在魏英心目中的分量 所以才会故意跟魏英走散的 然而韩光君 虽然跟魏英暂时分开了 可是作为修仙人的武石 早就长在了魏英的身上 蓝旺就是要看看 魏英会不会主动找他 而魏英后来被仙子追着跑 情急之下大喊蓝旺救命 很显然这一举动 极大的取悦了蓝旺基 蓝旺基不但帮魏英赶走了仙子 还帮魏英赶走了金灵 这个不速之客 所以现在还说蓝二没有小心思吗 他的小心思从来都不比任何人少好吧 只不过这似乎仅限于对魏英的事情上 谁让一灵老祖这么难搞呢 蓝二都吓死了 不用点非常手段 恐怕是拴不住人啊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